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护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那么北魏孝文帝呢 他的这个比较有名的 这个佛教事业第八项呢 就是在这个 丘摩罗史的这个草堂寺 来建这个三级福徒 因为这个孝文帝 既然遵从这个 申松 申渊跟道登法师呢 那么这个申松法师 他是这个重学于 这个长安丘摩罗史的 所以当然就爱无及乌啊 就对这个长安的这个草堂寺 这个丘摩罗史的这个道场 给予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翻新啊 过程呢 这个最主要是这个建筑 这个三层的这个佛塔 这是小文帝的这个最主要 比较有名的这个八项 这个佛教事业 那么在这个慧求呢 法师他是福丰人 福丰就是这个长安 这个法门寺的这个 这个位于这个福丰 那么世为贯主 就是慧求他本身呢 这个是属于这个 这个世家子弟 但是他十六岁就出家了 在这个荆州竹林寺呢 是道新为师 荆州就是湖北 这个竹林寺呢 跟着这个道新法师为师 秉承借训旅行清洁 后路香州的这个 这个露山寺专业禅道 请之呢 与同学会度 这个俱士这个金师 知访经典 后又知这个蓬城 从这个申渊受这个成史论 可以说申渊啊 他虽然是博通重金啊 但是呢 他当然就还是以这个成史论 为他的一个着力点 然后所以后来跟着他学习的 这些后起之秀呢 这些法师呢 基本上也都在这个成史论呢 得到呢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争传 所以就慢慢的逐渐 才演变了这个 所谓的成史论的 这个蓬城系学派 这样 慧求呢 他跟着这个神员学习之后 到了这个三十二岁 他又回到 回到这个湖北 专宏这个讲学 所以这个学礼成群呢 清楚之间 忠故成罪 可以说是慧求 在这个湖北这地区呢 大开法宴 然后跟随这个慧求学习的这个出家人呢 可以说非常的众多 这个是西夏一生德与精益抗衡者求之力也 然后所以这个一个地方啊 学友所成的这些高僧大德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弘扬佛法 讲经 讲学的话 就带动这个地方的一个学习风气 学习风气 所以说非常的一个重要 非常的一个重要 这也是说这个 教育啊 是一个 环转 一个人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基础 因为这个培育身材 才能够让这个佛法延续 佛法兴盛 那么我们从这些古德的这些历史里面 都可以看出这个培育身材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自古以来啊 这个高僧大德 他们本身除了本身的一个成就之外 他们都很着重这个培育身材 让这个身材呢 能够延续的佛法 才是我们这个登登相续 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功能 那么慧求呢 他也被论为这个荆州的深祝 迅玉之功呢 有玉当世 当时候在这个新竹之地的弘扬佛法 可以说都是由这个慧求的一个功劳 当然在七十四岁的时候元几 他也说要用所谓的移命入海中向 就是庶杖 但是呢 这个弟子不忍啊 还是把他入塔 还是把他入塔 这是这个慧求 那么再来是慧次 慧次跟这个僧楼 都受这个肖子梁 禁宁王 这个肖子梁的一个父子永代 他是济州人 就是这个河北 河北这个地区 除出家为至亲的弟子 后来到这个许州法迁呢 解冠当世的 亲来以赐父祖 就是他的师父啊 就带领着这个慧次呢 来许州给予慧青法师交道 那么后来跟随着这个法迁呢 法迁法师呢 来到这个京口竹林寺 京口竹林寺 就是在这个江苏 江苏 到了十五岁呢 又来到这个蓬城 楼台蓬城 所以复年在习词 习词就是沙咪 然后沙咪呢 自学无倦 清见伦通 超然孤宝 又可以看出这个慧次呢 他本身呢 这个 虽然很小 小孩子就出家了 但是呢 他很精进努力的学习 精进努力的学习 到了十八岁 就已经是解通经论 名贯徐土了 到了十八岁 他就已经可以说是 讲经说法 在这个徐州呢 就已经很出名了 同时呢 他对这个戒律 他也很能够严守戒律 夜糙米生呢 评讲这个诚实及三论 后来 这个到达这个南京 谢氏 谢氏就是这个谢氏 谢氏是谢安的地籍 谢氏就是参与这个 肥水之战的这个谢氏 他舍载 尾氏就是谢氏 所以这个谢氏又称为 谢氏空氏 那么后来就是成为这个道场氏 成为道场氏 就是这个佛托巴托罗 佛托巴托罗呢 就 离开长安之后 被这个卢山会员 请到这个卢山翻译 这个 这个 产经之后 他又来到这个 南京 租在这个道场氏 就是这个谢氏 所以这个道场 禅师窟 那么 东安 谭义林 就有这么一个南京 这么这么一个称呼 就是这个道场氏 就是修禅很鼎声 所以道场 禅师窟 修禅 出了很多的禅师 那么东安 谭义林 就是东安氏 就是著重在这个翻译经典 著重在这个讲经说法 所以叫东安 谭义林 这个南京的这两个地方 很出名 道场 禅师窟 修禅 那么这个 慧赐呢 他也曾经 这个来到这个道场氏 那么 讲经说法 那么沙门 智障 申明法云 就是梁朝三大师 然后陈时论的三大师 智障 申明法云 在这个沙咪的时候 都曾经亲近过这个慧赐 跟申隆 的一个学习 接年幼俊朗会晤天发 并就此情夜焉 然后这个晋明王 文宣 肖子良 还有这个 这个文会太子 都非常礼敬这个慧赐 然后 都扶持慧赐 那么 在这个 永明八年的时候 他讲论 这个百论的时候 就在这个 法座上 这个忽然签化 忽然签化 忽然签化 春秋五十七年 可以说也是非常 这个壮年时期 就圆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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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谢氏呢 除了有慧赐的一个弘扬 之外 又有申保 申志 还有常乐式的法真 申想 申猛法保 慧条 并一代因者 为实论所终 就是都只可以 当时候 在不管是南方也好 或者是北方也好 都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 医学讲论 非常的一个 新盛 新荣 都可以看出说 这个南北朝时候的 佛法的一个新荣 那么这个孝文帝之后 就是这个玄武帝 玄武帝 玄武帝也是继承 他的父亲 孝文帝 赌好佛礼 所以就朝廷上下 大兴佛教 对易经 求法 讲学 有所奖励 易经讲论之事頗盛 佛学生能辈出 照相力是佛事甚盛 为北朝佛法之特征 可以说是 北魏孝文帝 跟这个 宣武帝父子 这两位皇帝 对佛法的一个 耗耀跟父慈 使得这个佛法在北方 就颇为兴盛 颇为兴盛 那么这个 宣武帝的这个 佛教事业 也跟大家做一个整理 那么第一个 他就是 开早 这个龙门石窟 开早龙门石窟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 孝文帝迁都洛阳 所以在这个 宣武帝的时候 在西元501年 就增掉了50万人 对首都洛阳 进行大规模的修建 那么完成之后 这个洛阳都城 可以说是街道规划的 非常的整齐 然后家家户截至别笔零次 非红壮观 非红壮观 那么在洛阳街道 三百多条的这个街道 可以说呢 密密麻麻的 1367座这个寺庙 光是一个洛阳城 就1367座这个寺庙 可以说是宣武帝 也是继承孝文帝的 父慈佛法 大兴寺庙 大兴寺庙 那么在根据 这个洛阳前南记 的一个描述 当然这个 看这个书名 就可以得知 这个洛阳前南记 主要是在描述 这个洛阳地区的这个寺庙 这个前南就是寺庙 就是在这个洛阳前南记里面 他就描述说 这个北魏时期 国力鼎盛 从这个帕米尔高原 一直到这个大秦 就是东罗马帝国 这个百国千臣 莫不欢覆 就是西域诸国 都来归附 这个北魏 胡人商对 不只是移民的 乃至这个西齐古怪的珍宝 都涌入于洛阳 多得不可胜诉 那么因为有这个 玄武帝的一个整治 新建洛阳 所以这个 大通了这个 这个中国 与这个西域 中亚乃至罗马 的一个交通 所以不少外国僧人 也因之随着商对 来到洛阳 在这个洛阳前南记里面 就记载说 这个永明寺 宣武皇帝所立 佛法金像 圣女洛阳 异国沙门 闲来福咒 复习慈经 复习就是习葬 习葬 还要带领这些 经典 佛丁 患典 备业经 世之乐土 世中 就是宣武帝 顾丽慈 是以妻之 永明寺 来安顿 这些西域来的 这些西域犯生 房武连贯千余间 亭列修竹 严辅高松 齐花益草 平田 街契 百国沙门 三千余人 然后这个永明寺 就一千多个房间 就是沙门 这个外国来的沙门 三千余人 那么其中著名的这个 翻译的这个经师有 唐摩流之 菩提流之 还有 勒纳摩提 跟佛多散多 而以这个菩提流之 最为出名 被称为益经的元将 所以在这个北魏时期 可以说是翻译经典 也非常的一个兴盛 非常的兴盛 那第二个呢 除了外国僧能的一个涌入之外 最能象征这个洛阳繁荣的建筑物 就是这个宣武帝的皇后 宣武帝皇后 也是称为林太后的这个 在这个宣武帝 在这个宣武帝原驾崩的那一年 五一六年呢 在这个洛阳 他也盖了这个永灵寺 永灵寺 那永灵寺呢 在这个平城大同的时候 这个宣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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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这个平城大同呢 盖了这个永灵寺 有七级的这个佛塔 七级的佛塔 就高三百余尺啊 就号称为天下第一啊 那么在这个宣武帝的皇后啊 就是林太后 后来称为林太后呢 他也在这个洛阳 仿造这个平城大同的这个永灵寺 来盖了洛阳永灵寺 而洛阳永灵寺的这个塔 他就多了两层 就九层的浮土 而且全是木造的 全是木造的 高九十余藏 上有金叉富高十丈 这个塔的最顶端啊 塔的最顶端啊 又有这个金叉 这个更高这个十丈 所以说这整座的 洛阳永灵寺的九层佛塔呢 出地千尺 去台百里以遥见之啊 就是离这个永灵寺百里外啊 都能够看到这座宝塔 永灵寺的宝塔 就可见耶 这个洛阳永灵寺 更胜于这个大同的这个永灵寺 更胜于永灵寺 那么永灵寺的这个华丽啊 我们留在这个后面再讲说啦 那这里只是先提出说这个玄武帝 他的时候 对佛法事业的一个作为 比较有名的 比较有名的这几样啊 那第四点呢 这个玄武帝 他也是跟着这个孝文帝一样 对这个佛法义礼的一个号要啊 这每一年都在这个京城内 清讲经论广及民生标明意志 雅艾今始有掌事实之意 对这个佛法佛经得研读 研讲自为好要啊 那么也曾为这个僧侣朝城呢 开讲维某结经 第三呢就是亲自主持这个 菩提流之的这个翻译 十地经论的时候呢 担任比授 担任比授 所以可见这个玄武帝 他也是呢 效法这个姚心 姚心 担任对这个经典啊 担任这个比授 对经典的一个重视啊 可见一斑啊 那么除了这个玄武帝本身 他对于这个翻译经典的一个重视之外 他的这个臣子 著名臣子崔光 崔光 他也是对这个佛经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 这个父词跟投入 崔光呢 每位沙门 曹贵 琴讲这个维某 跟十地经论 听者藏数百人 继位二经 一书 三十余卷 那么因为有这个 这个宣武帝 跟这个他的大臣崔光 军臣对这个十地经论的一个 重统重视跟提倡啊 使得这个地论学派啊 既成识学派之后 成为原位开始的这个北朝佛教的一个显学啊 就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啦 可以看出说 这个 这个 一代君子 一代臣啊 就是改朝患代之后啊 有时候呢 就会跟着呢 对这个佛法学派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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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啊 那在这个 他的父亲呢 在孝文帝的时候啊 他是着重在这个 这个成识论 的一个 转眼 跟弘扬 跟父慈 但是呢 到了宣武帝之后呢 他就转为呢 这个 对于这个 《死地经论》 的一个父慈啊 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 这个 《死地经论》啊 有这个 翻译大家 菩提流知的一个翻译啊 在当时候 算是这个 这个 时尚 算是一个时尚 所以 当然这个 宣武帝啊 他就会重视 这个 新翻译出来的 这个《死地经论》 以这个 新翻译出来的 这个 这个 《死地经论》呢 为这个 这个 重视的 总是 新来的 都是比较有兴趣嘛 所以就 在这个 宣武帝的时候 就转向 这个 《死地经论》的一个 研读 跟 弘扬 那么 使得这个 这个 《死地经论》啊 他的一个 地位啊 就 比这个 之前的这个 诚实学派 来得呢 后来居上 成为这个 北朝的 佛教的一个 显学 就是在这个 宣武帝 跟他的一个大臣崔光 这个 君臣两人呢 的一个 共同重视跟提倡 这个 诚实 学派 反而呢 就不如这个 帝论学派的一个 心胜 那么 这个 第一点 这个 宣武帝 他就是 首先 推找这个 龙门石窟 那么 龙门石窟 最早 比较有名的 就是这个 冰阳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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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以这个 冰阳中洞 为最早 冰阳中洞 为最早 那么在这个 冰阳中洞的 这个 路口 路口 两侧 两侧 就有雕刻 这个 孝文皇帝 李佛图 跟这个 文昭皇后 李佛图 这两佛图内 和并为称为 帝后李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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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 两佛 这个 帝后李佛图 这 堪称为 这个 北魏 雕刻 的一个 珍宝 也可以说是我们 中国 雕刻的一个 国宝 一个 那么 冰阳中洞 他是这个 北魏时期 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个洞窟 是这个 而宣武帝 为他的父母亲 这个 孝文帝 跟文昭皇后 做功德 而开草 而开草 那么 这个 孝文皇帝 李佛图 跟文昭皇后 李佛图 和称为帝后李佛图 是描述 是描述 这个 孝文帝 这个 笃姓佛法 映像 杜森 立世 社斋 奇塔 广作佛式 参与佛洞 的一个 宏大场景的 一个 宜太 宜太 那么这个 帝后李佛图 呢 他是这个 结合了 我们 中国 我们中国 汉代画像 砖石的 这个雕刻 的这个 简地符雕手法 与中国 古代绘画 献描 妙技法 相结合 又融合了 这个 印度 希腊 外来的雕刻 技法 形成了 古今 同体 中西 和璧 的一个 新时期的 艺术 一样 这是这个 孝文皇帝 李佛图 他的这个 表现出 这个孝文帝 这个 签督洛阳之后 推行汉化 剄汉佛 说汉语 信 转为汉信 的这个 时期啊 推从尊重佛教 参与率领文雾百观 参与佛式的一个描述 那么在这个 孝文皇帝礼佛图里面 可以看出文武百官 基本上它都已经转为汉化了 得着汉服了 然后每一个人的脸色 神情各个不同 那么线条可以说是 非常的一个流畅 那这一幅孝文皇帝礼佛图 这个国宝的艺术珍品 这个很不幸 就流落在民国的时候 就流落到这个美国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 那么这一幅 文昭皇后礼佛图 那也是很不幸 在民国的时候 就流落到这个美国的秘书里州 坎萨斯城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被这个博物馆所侦查 那这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雕刻国宝的一个流落到国外的一个伤心史 那因为这两幅画呢 它可以说是表现了北朝工匠的一个高超雕刻记忆 是当时候最高级 也是最高艺术水准的一个福调作品 无论从这个艺术史 宗教史 还有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来估量 这个两幅呢 这个地后礼佛图呢 都是精美异常的艺术快宝 堪称为这个国宝 堪称为国宝 那么这个 这是在还没有被凿出变卖到国外之前 之前在这个民国时期所拍摄的这个孝文帝 孝文帝里佛图的一个照片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幅浮雕呢 是在这个墙壁上面 墙壁上面 但是呢 这很不幸 在民国时期 就被我们自己 中国人呢 把它叼 叼蚤挖出来 然后变卖到国外 变卖到国外 那么这是这个 扩碑 扩印的一个局部 都可以看出呢 都可以看出这个雕刻的一个流畅 雕刻的一个流畅 然后呢 他也可以看出说这个文武百官 都转为汉服了 在这个文化上面 都可以看出这个孝文皇帝推行汉化的一个成果 那同时他也是这个这个佛教的一个艺术士 也可以看出这个孝文皇帝对佛法的一个重敬宣扬跟覆持 都可以看出这一幅地后理佛图 看出当时候这个佛教的一个情况 还有孝文帝 汉化的一个情形 那第二点呢 这个不少外国艺生来到洛阳 那最有名的第一个就是唐某流之 唐某流之呢 专金律藏 但是这里的唐某流之呢 跟这个东晋时期的慧远 请这个唐某流之呢 请这个唐某流之 将这个石宋律汉益完成的这个唐某流之呢 两个人呢是同名 但是不同人 同名不同人 这是唐某流之就有两个 一个是在东晋时期 这个受这个慧远写信之请 来到中国 将他石宋律汉益完成 那一个呢就是北魏宣武帝时候 来到洛阳的这个唐某流之 但是他也翻译经典 在这个洛阳白马市 翻译出信力录印法门经等三部经 那第二个呢就是菩提流之 菩提流之呢博学多士 在这个永平元年的时候来到洛阳 宣武帝呢非常的这个殷勤慰绕 在内殿请他跟热纳谋体合议 实地经论 那么佛陀善多传语 翻译事情的这个实地经论 而这个宣武帝亲自担任比授 那么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跟西魏的时候 他们流之就随着东魏孝敬地呢 迁都到叶叶成 也就是河南的安阳临障这一个地区呢 继续翻译经典 那么这个叶成呢 这个进来呢 挖掘出很多的这个北朝的这个佛像雕刻 自为精美 自为精美 那么在叶都叶成的这个博物馆里面观察 那么以后呢 我们再把它列出来 跟大家欣赏哦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这个北朝啊 这个历代皇帝啊 父持佛教 父持佛教 那么在这个雕刻佛像上面的一个记忆高超啊 可以说是当时候这些佛像的一个雕刻啊 在这么冰冷的这个死雕佛像 能够刻出这么样的一个微笑的神韵啊 可以说非常的这个难得啊 反映出北朝这个工匠的一个技术啊 那这在叶都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 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也让大家欣赏这个北朝雕刻的高超记忆 能够把这个冰冷的死口呢 把这个佛像的这个微笑神韵 可以说是传表现出零零尽致啊 那么佛提琉之内 他堪称为北朝的一个翻译元将啊 他在这个从这个北魏 宣武帝的这个永平元年到这个东魏 的这个天平二年啊 将近二三十年年间啊 先后翻译出这个佛明经 《路任前经》《法集经》《生命解脱经》 还有《圣诗为犯天所问经论》 《大乘宝基经论》《华华经论》《破外道小圣涅槃论》 等等二十九部九十七卷的这个经典啊 这个堪称啊 这个堪称啊 堪称啊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丘摩罗什》之真传啊 所以在这个《洛阳前南记》里面 就称赞这个菩提流之啊 《解佛义之名》 西土诸以号为罗汉 就西域啊 诸国呢 就号称这个菩提流之为罗汉 郑国的人啊 他同小未言几历书 翻识地经论且经 诸经论二十三部 《虽十四之血经言》 《草堂之传真教》 不能过也啊 不能过也 《十四之血经言》 就是在东汉明帝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圣摩囤 来到洛阳白马寺内 这个翻译四十二章经 《监于南台十四》 所以这个《十四之血经言》 是指这个 这个 圣摩囤 在这个洛阳白马寺 翻译四十二章经 《长语这个南台十四》 就这个 那么《草堂之传真教》 草堂寺就是 纠摩罗史 纠摩罗史呢 在邀请的时候 长安草堂寺呢 这个集八百多位 高僧啊 学士啊 翻译经典啊 所以这个 可以说是 这个 中国 翻译经典的 第一把翘楚啊 就是 纠摩罗史 那么 《菩提流之》呢 他 可以说这个 在这个洛阳前南记啊 就称赞 《菩提流之》啊 这个 远胜尼这个 圣摩囤 跟这个 纠摩罗史啊 可以说 不善上下 可以对这个 《菩提流之》啊 可以说非常的 这个 称赞 称赞有加 称赞有加 那么 那麽 《赞经》 以及呢 世青所著的这个 《金刚经论》 《华华经论》 《无量寿经论》 《实地经论》呢 可以说影响 《中国佛学》发展 很大 有以这个 《实地经论》最为广泛 最为广泛 当然这个 《菩提流之》的 这个翻译的 《认茄经》呢 也很重要 那么 《认茄经》的这个 漢译本 它总共有六种胆本 我跟大家做一个汇集 推行大家汇集 这个《认茄经》 汉译为这个名称叫 《认茄阿拔多罗宝经》 也有称为《路认茄经》 或者呢 大称《路认茄经》 是说明清津心 跟鲁莱藏 阿赖耶士的这个教义 被这个禅宗 还有这个维世法相宗 的一个重要的经典之一 重要的经典之一 目前它的版本有六种 那么最早的第一版本呢 是在这个南朝柳宋时期 这个《求纳拔陀罗》 《求纳拔陀罗》翻译的 这个《认茄阿拔多罗宝经》 又称为《宋义》 是这个《认茄经》 现存最早的一个译本 那么这个《求纳拔陀罗》的这个 《宋义本》呢 它以散文跟诗句相互交叉应用 最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 所以它流行的最广 那据传 这个《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呢 《十叉南陀》的翻译本 《大乘入论茄经》七卷 又称为《七卷论茄经》 或者呢 《唐义论茄经》 这个《十叉南陀》呢 它也翻译《华严经》 还有《地藏经》 那这一本呢 是这个《论茄经》 这是第三个版本 那么《十叉南陀》的这个《唐义论茄经》呢 与范文本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那么到了明朝 原科法师呢 就把这三种译本 《求纳拔陀罗》的这个《宋义本》 跟北魏菩提流之的这个《入论茄经》 十卷本 跟唐朝的这个《十叉南陀》的这个《大乘论茄经》七卷本呢 这三种译本合议为这个《论茄会议》 《论茄会议》 这有点是属于《合本》 合本就像这个 这个 以前啊 这个对这个 《维莫结经》 《维莫结经》的这个《合本》 一样 那么在这个《明朝原科法师》呢 也把这个《论茄经》的三种汉译本 合本为这个《论茄会议》 收藏在这个《大政杖》的第十六册 那么第五呢 就是发现了这个《梵文原本》 《梵文原本》 那么在这个 英国的外交官在尼泊尔 加德满都呢 他偶然发现 这个《论茄经》的《梵文原本》 那《音译》出版的这个《音译本》 那么第六格呢 是到这个 2005年 《谭希永》 《谭希永》呢 依据这个《南条文雄》所刊的这个《梵文本》 在参考我们现存的三种汉译本 以及两种的《仗译本》 而翻出《路能茄经》 《梵文原本》 有这样的六种版本的《嫩茄经》 这个《石蒂品》的别意 是专门讲述《菩萨修行》的这个十个劫次 就十度 他听了之后呢 自为感动 他就忏悔 他以前呢 只推崇小圣 《森文圣》 而毁谤大乘的这个罪过 所以这个世青呢 他原本是要割舌 割舌来谢罪 但是被他的这个兄长吴卓呢 所劝阻 说你与其呢 这个割舌谢罪 不如呢 善用你的辩才呢 转而呢 这个弘扬大乘 大乘经论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那么这个世青呢 就听从他的兄长吴卓的这个劝阻 他就没有割舌谢罪 反而呢 就更加呢 来弘扬大乘经论 提倡大乘 就巩固了 于杰学说的理论基础 是属于这个 早期于杰行派的代表论著之一 就是这个《史蒂经论》 这么来的 那么根据这个 这个《北魏里阔路》的原始记载 这个《史蒂经论》 是由菩提流之跟勒纳摩提合议的 那佛陀散多传义 那么这个 这个《史蒂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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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因为对这个《史蒂经论》的理解不同 这个《史蒂经论》 这个《史蒂经论》 《史蒂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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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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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人才把它合在一塊的 那麼到了這個旭高生傳的菩提流知裡面 不僅是兩人分譯 且是三人各譯的 又增加了 增加了就是說在這個 翻今日與洛陽內殿 流知傳本與生參著 其後三得 就是菩提流知 勒納摩提 還有佛陀喪多 三人 三得 乃尋流言 各傳詩喜 不相尋訪 帝弘法之聲 這是宣武帝 列續取凡 熱三處各方 其乃參教 其間隱末 互有不同 自有文子 時間亦錯 後人何之 共成通佈 就是在這個 費長訪的歷代張寶記 依據這個寶唱的這個中經目錄 裡面提到的是 這個菩提流知跟佛陀喪多 兩人分譯 兩人分譯 那到了這個 旭高生傳 道宣的這個旭高生傳裡面 又增加到變成三人各譯 就增加了這個 這個菩提流知 樂紙 樂納摩提跟佛陀喪多 三個人分譯 到了這個 惠光 也有記載說 樂納初一十地 滯後何番 他也說剛開始是 兩人分譯的 後來才合在一塊的 光欲瞻其習 以術習方言 通其兩真 許捨有物 剛你存言 至此 地論流傳 命章開始 就是 惠光 他因為呢 對這個中文也好 還有這個範文也好 他都有所了解 所以就通其兩真 就由惠光來調解 這個菩提流知 跟這個樂納摩提 兩家的一個分歧 把他呢 後來把他合意 把他合意 那麼在這個道宠 道宠的這個傳記裡面 說得更具體 說得這個 為宣武帝的時候 崇尚佛法 這個菩提流知初番十地 在子幾殿 樂納摩提在太幾殿 各有敬畏不許同言 教其所事恐有腐爛 始於元平元年到元平四年完成 等到兩本 各自翻譯 把他合來調對 所以唯有一字為意 通共精美 就在這個有不餓不禁 跟這個樂納摩提所發的 定不餓不禁 只有一字為意 一個字的不同而已 所以通共精美 大家都覺得很訝異 就兩個人不相聯絡 不相討論 各自翻譯 既然翻譯出來的經典 實地經論只有一個字 不同而已 所以大家都很訝異 但是根據這個學者的研究 說這樣的一個傳言 當然不足性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這個實地經論的譯本分量很大 總共有十二卷 十萬餘元以上 那第二個呢 就是開始翻譯 就困難諸多 有人免 剛開始翻譯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翻譯錯誤的地方 所以兩個人各自翻譯這麼大的一部經典 只有一字之差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種傳說 不足為信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實地經論 因這個菩提流知跟勒納謀體的一個 講述的一個不同 而分成兩派 一個是北道系的菩提流知 一個是南道系的勒納謀體 那麼這個菩提流知呢 傳給道寵 道寵在這個菩提流知門下三年 這個隨聽隨記寫成的實地經論書 而且馬上他能夠宣講 有降成千人之說 著名的這個僧人有 僧修法記 談禮勞誼 形成所謂的這個實地學派的這個北道系 那麼北道系的說法 與這個社論詩相通 所以在這個真帝翻譯這個社論之後 形成了這個社論學派的這個施力 來到北方之後 這個實地經論的北道系 跟社論學派合流 那麼這個實地經論的北道系 就融入社論學派裡面去了 融入社論學派裡面去了 那麼第二個是勒納謀體的南道系 那那某體的南道系就傳給惠光 那麼惠光本身後來又兼習 事分律學就正稱為光統律師 那出了很多的人才 在惠光的門下有法善 道品 譚尊 身犯這十人 那麼法善呢 又傳給這個靜寧慧遠 道品呢又傳給林玉 譚尊呢 又譚謙 那邊構成了所謂的這個南道系 那麼因為這個勒納謀體的南道系 來得勒納謀體來得大 那麼這個惠光可以說是 這個培育出很多優秀的人才 這個留待以後我們再跟大家做解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我們就先講到這個實地經論的這個 北道系的這個菩提琉姿跟南道系的熱納謀體 這兩個學派 那麼下一次再來跟大家講解 這個為什麼有這兩道學派的名稱上的一個不同的原因 那我們大家請合掌 至歸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障 智慧如海 自歸依身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一切無愛 何難慎重 願消三障諷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會 以宣揚佛陀正法 培育優秀身材 及其社會公益為職制 二十多年來 藉由各項法務 推廣宣揚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讓信眾有學習佛法的道場 實踐了弘揚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證佛經法寶結緣 讓大眾接觸佛法 明白因果夜報觀念 才能斷惡修繕 改善命運 所有的方便法門 都是為了引導現代人 认識佛教 學習佛法 才能離苦得乐 這是慈悲之夜的長期以來的使命 為了護持佛法有序 禮益更多眾生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會邀您繼續護持 共同推動慈悲之夜的各項會晤 讓佛法甘露遍灑各地 潤則群生 護持郵局跨博賬帳號 5044-4468 護名 財團法人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會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會總管理處 地址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0號 電話 03-989-9319 03-989-9319 傳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殊聖功德日 善行與惡行乘一千萬倍 佛教慈悲之夜 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舉辦公頌 曜師 劉璃光如來本院功德經 即萬登祈福法會 公勤慧姓法師領舟 日期9月18日星期三 13點30分 公頌 曜師 劉璃光如來本院功德經 16點 萬登祈福法會 地點 佛教慈悲之夜 宜蘭大悲觀音道場 聯絡電話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瞻法意共睦福恩 佛教慈悲之夜 雲林觀音講堂 起見梁黃寶燦即三十信念法會 公勤廣護法師主法 日期9月23日星期一至9月28日星期六 時間每日上午9點開始 地點 雲林觀音講堂 雲林縣胡偉鎮新南里 足為60-3號 李斯特加油站後面 恰尋電話 05633-156 05633-1565 法會期間上午8點半 抖南火車站備有接駁車 敬請與惠菩薩做好防護措施 並保持社交距離 從前在佛陀的居所附近 住著一個名叫勾格的獵人 脾氣暴躁 不通情理 一天 勾格帶著一群獵犬 到附近的僧民去打獵 途中遇見了一位突破的比丘 勾格沒來有的升起起來 口中不斷咒罵著 一早就先碰到了個光頭 真是倒楣 罵著罵著 勾格還是帶著獵犬們 往森林的深處前進 比丘也繼續前去花園的村莊 在回城的路上 什麼獵物都沒獵到的勾格 竟又遇上了拖撥回來的比丘 這下心情更糟 看到比丘迎面而來 他滿腔無從發泄的怒火 又熊熊燃燒了起來 今天什麼都沒獵到 一定是這光頭害的 沒想到一天來回碰上兩次 說不定接下來幾天都一起倒霉了 滲落之下 勾格當場就對身邊的獵犬下令 要他們把比丘吃掉 今天出門打獵白忙了一場 都是你害的 你這看到就讓你倒霉的光頭 比丘驚慌地說 這位先生 我跟您數為平生 無冤無仇 你怎麼就突然就要自我於死定了 勾格一心只想將比丘除之為快 情急之下 比丘只得把腿飛奔 爬到樹上 獵犬們不會爬樹 於是便圍在樹下不停狂吠 勾格也隨手抽出了劍 往樹上不斷戳刺 比丘在樹上拼命地左閃右躲 狼狽不堪 一不小心 他的袈裟就從身上滑落了下來 正好當頭坐在勾格身上 看起來就像勾格穿上了袈裟一樣 一旁的獵犬 看到穿着袈裟的人 都以為是比丘掉下來了 分分扑上去狠狠地撕咬 勾格馬上就被咬得劈開肉綻 咽咽一襲 比丘爬下樹來 看到已經斷氣的勾格 心裡覺得十分難過 他心想 雖然我無心殺人 但這個獵人還是因為我不小心掉落的袈裟 而被獵犬咬死 我這樣子是否也算犯了殺戒呢 他越想越不安 即刻到了佛陀面前請示 佛陀聽了事情的原委 便安慰比丘說 比丘啊 你並沒有過錯 那個獵人是因為自己造作惡業受害 而且他上輩子也同樣是個傷害無辜的人 學佛多一點可以告訴孩子 我雖不殺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的典故 讓孩子知道 人生無常 以及如何去應變 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他的一條路走 每個人的人生之路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有了堅持的原則與信念 人生之路可能會比較平順些 無常是佛教的真理 佛陀告訴大眾 無常是世間的真相 人的一生從嬰兒、孩童、少壯 及至老死 當中無數的悲歡離合 喜怒哀樂 所有的人、世 都像水面的一些泡沫 而泡沫冒起來又破滅 都在說明沒有什麼事